今年有可能超过30万栋 不只30万栋 可能到35 35都有可能 所以今年这个数字是可以期待 因为其实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利空 所以它会不会就这么平顺的度过 可为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了不起的利多啊 可是目前它就是股市非常的好 所以它要好去买房子了 房价越越贵 以总价的角度来看 你只好越买越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刚刚说新千安房贷推选了小宅 对不对 因为新千安房贷就准备一千万嘛 好不过也没办法买太多 第三个是 豪宅税持续降低门槛 它也促使小宅越来越旺 不小心就过那个豪宅门槛了 对 那一旦过了豪宅门槛呢 第一个税不中 第二借不到钱 你知道一旦你界定为豪宅 你界定为豪宅